德撒洛尼后书第三章 此外,弟兄们,请为我们祈祷, 好叫主的圣道也像在你们那里一样, 顺利展开,并得到光荣。 也叫我们脱离坏人与恶人, 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德。 主是忠信的, 祂必兼顾你们,保护你们免于凶恶。 我们在主内信赖你们, 你们既然现今实行了我们所吩咐的, 将来也必实行。 愿主指引你们的心去爱天主, 并学习基督的坚忍。 弟兄们,我们还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们, 要远离一切游手好闲, 或不按得资我们的传授生活的弟兄。 你们自己原来知道该怎样效法我们, 因为我们在你们中没有闲散过, 也没有白吃过人的饭, 而是黑夜白日辛苦勤劳的操作, 免得加重你们任何人的负担。 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利, 而是为以身作则, 给你们立榜样, 叫你们效法我们。 并且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早已吩咐过你们, 谁若不愿意工作, 就不应当吃饭。 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有些人游手好闲, 什么也不做, 却好管闲事。 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吩咐这样的人, 并劝免他们安静工作, 吃自己的饭。 至于你们, 弟兄们, 行善总不可懈怠, 但是如果有人, 不听从我们书信上的话, 应把这人记出, 不要与他交际来往, 好叫他惭愧, 可是不要把他当仇敌看待, 但要把他当弟兄规劝。 愿赐平安的主, 亲自时时处处赐给你们平安。 愿主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保露亲笔问候, 这是我每封信的记号, 这是我的字体。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与你们众人同在。